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喂 佳音姐 最新情况 是不是这点安全了 刚才悬要看当地的新闻 说歹兔愿意释放咖啡馆内 唯一的中国籍男子 也就是姐夫 真的 但是姐夫没走 她把唯一的逃生机会让给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妈妈 姐 姐夫是好样的 你也别太担心了 姐夫暂时还是安全的 imme接着按摩 爱 去决定 去决定 文心 感觉 明镜 我是决定 你回来吧 好不好 只要你能回来 无法是我再也不逼你了 你怎么过来上班了 在家大人没事 也好 有点事做 可以分散一下注意力 姐 初回来了 在哪儿 医院 向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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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您姐 六楼 走 张伟 嫂子 怎么样了 人在哪儿呢 一句两句讲不清 嫂子 你跟我来 你觉得 要不想赞 太好了 你希望就没找到 traged家 她是不得了 一个人 她是不得了 不得了 且 听说 这才不得了 她是不得了 你太好了 打算了 老婆 你来了 谁是你老婆啊 你还没死啊 我 我活着呢 你活得好是吧 我快死了 我都快被你吓死了 早知道你这样 我就不应该来看你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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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起来起来 你到底伤哪儿了 慢点啊 慢点啊 坐下 坐下 你哪儿疼啊 你到底伤哪儿了 你是不是被子弹打到了 本来是差点就被枪打到 但是后来发现没有 就扭到了一点点 终于开始你们就在骗我 好 是不是 不是啊 不是 当时情况很乱 大家都以为我中枪了嘛 我怕你担心 我就马上赶回来了 你还知道我担心你啊 你又不是走 你又不是别回来啊 你去了就别回来 你走啊 老婆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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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不对 我不对 我 我不应该一作了之 还在外面给我逞英雄 别人让你走你还不走 大英雄是吧 不是 当时 人质里面还有妇女 还有儿童呢 那你说我一个大男人 我怎么可以先走了是吧 我肯定要先照顾他们呀 你照顾他们 那谁照顾我们呀 我跟萱萱怎么办啊 你说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让我跟萱萱怎么办 我 我现在不是没事了吗 郁正人 我警告你啊 你从今以后 再敢跟我玩这种不辞而别 我就带着你儿子改嫁 我连你儿子姓都给改了 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不要 老婆 不要 不要啊 我以后不敢了 不 不要这样啊 对不起 对不起 这是什么呀 这电脑啊 我问你这是什么 对 差点忘了 当我至急呢 我要先把这个稿子先赶出来 标题我都想好了 好 时装周 惊魂二十四小时 这标题怎么样 不怎么样 余志远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要是再写 我就让你活不过二十四小时 你信不信 很快的 很快的 就这句 关上电脑躺下休息 好了 就三分钟 三分钟 很快 你要是再动电脑 你信不信我 我现在就把它扔下去 你别冲动啊 这电脑是张伟的 别扔了 张伟的是吧 别别别别 不不不 别扔了 他写不写了啊 不写了 我不写了 不写了 不写了 我听话 我听话 我什么都不写了 我就 我就好好休息 好吧 来 哪儿疼啊 哪儿都疼 真的疼不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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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好了 都闹了 下次不许这样了 听见没 嗯 你都快吓死我了 我这儿疼 还疼 你是 我是佳妮的朋友 你们领导没事吧 其实没事 就是脚扭到了 行 那我就先走了 好 我跟嫂子说一声 不了 不打扰她们 叫你姐都上去看单反书了 你就不能不生气啊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你就原谅我吧 放手 你不放 放手 我不放 放手 我不放 我警告你 永远不要再和我说分手 如果谁再说分手 孤独终老 好 如果再说分手 我们就去领结婚证 如果再说分手 就领结婚证 老婆 你真的原谅我了 我没法原谅你 你都不知道我这些天是怎么过来的 我现在算是知道 什么叫一夜白头了 我看你还好 没白啊 哪儿白了呢 像你的意思是说你还回来早了是不是 不是 我知道 我让老婆担惊受怕了 我知道了 我下次不敢了 真的不敢了 那房子是 是 我没法原谅你 就知道 但我要请求你的原谅 老公 对不起 比你离婚拿房的事情是我错了 你走的这些天我想了好多 我觉得为了孩子 我们更不应该弄虚作假 就算 我们离了婚 拿到了房子 那对孩子也是个很坏的影响 是我错了 老婆终于想通了 太难得了 行啊你 给你个胎间就赶紧下啊 你到底原不原谅我 好吧 看到你那么有诚意 那我就给你个机会吧 下次不要了啊 说好了啊 那就是原谅我了啊 原谅了 那翻篇啦 翻篇啦 没事啦 没事 好嘞 那现在开始算你的账 什么我的账 你怎么 你怎么又凶了 余志远 你不告而别 该当何罪 这事还没完呢 不是 那你看呢 那那个时候 你也不想想 你逼得我多紧啊 那 那刚好社里面也有这个事情 那没人去 我一气 一气之下 那我就去了 那我走也是为了拯救我们的婚姻呢 如果我还在这儿 我肯定会被你拉去离婚了 那你想想 你看 现在我失踪了几天 不是挺好的吗 那你冷静了几天 是吧 现在不就又回到我身边了吗 照你的意思是说 我还应该表扬表扬你 鼓励你继续下次吧失踪 是不是 你喜欢吧 我喜欢 我喜欢死你了 老公 你离开我的这段时间我想了好多 我也想通了 以前你在的时候吧不觉得 你突然不在了 我就觉得房子啊什么的 那都不重要了 只要我们一家人 能平平安安的在一起 那比什么都强 我就说嘛 你看看 我这次走得太对了 是不是 老婆 我告诉你啊 这次还有另外的收获 如果我这一篇 时装周报道一出来 肯定全球轰动 到时候我们就名利双收了 你还名利双收呢 你怎么又提我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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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杜总 你好 你好 快快坐 快坐下 不好意思 杜总 我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太太佳妮 杜总 你好 你好 志远 我是特别代表咱们公司 来慰问你的 不打扰吧 不不不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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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杜总 杜总您请坐啊 杜总坐 好 这么客气啊 其实我腿没什么的 都是小事 这还小事啊 杜总你们聊 好 老大 我刚才听杜总说 你舅孕妇的光荣事迹 已经从推特红到了微博 你现在是个网红了 志远 你的事迹 对K文化的影响非常大 高层很重是这件事情 所以公司决定要重重地 嘉奖你 你就等着搬家吧 搬家 搬哪儿去啊 张伟 好好珍惜和你们老大 相处的时间 等他到了十五楼去工作啊 你再想见他 可没这么方便了 这 不 这完全是领导教育的好 领导教育的好 你看看 受伤以后会说话了 还有提升的价值啊 有发展 谢谢杜总 实话 实话 好 喂 妈 我跟你说件事 但是你别太着急了 志远从美国回来了 人没事就是受了点轻伤 现在在医院观察呢 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我告诉你一声 你和爸别太担心了 真的没事吗 没事了 都到这个时候了 我骗你干吗呀 行了 那你放心吧 我挂了啊 怎么样了 这事闹了 志远她怎么这么想不开啊 你真有什么想不开的 她还想不开了 是笑话这 你怎么总觉得有点对不住嘉年和志远 我们哪点对不住他们 我们哪点对不住他们 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好 她余志远躺在医院里 那是她自己做的 给 对了 过两天 我们两个到乡下去转转 孩子还在医院里呢 你还有心思去玩啊 我哪是去玩啊 去收几只本地鸡 给余志远补一补 再怎么说 她还是萱萱的爸妈 对对对 还是你心系 那是 这是我做人的底线 底线 谁为了房子假离婚 你的底线呢 口口声声说为了孩子为了孩子 为了孩子 为了孩子你就更应该去做一个正派的人 而不是去逼你老公 对不起啊 晓妮 对不起啊 就一句话 这钱给不给吧 五千还不够吗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都没有把钱花在女儿身上吗 你自己花了我只是没有说破而已 好啊 不给是吗 今天我就把女儿借到这儿来 以后你养可以吗 好 好 女儿要来公司玩啊 欢迎啊 这位就是孩子的父亲吧 幸会 你谁啊 我呢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萧凯 是白杰的领导 领导想干吗呀 也是白杰现任的男朋友 白杰 可以啊 搞领导了 厉害啊 兄弟 你知不知道她以前有多复杂吗 这种女人你敢要吗 谁没有一点过去呢 对不对 晓妮呢 不是 我跟你说 她跟我在一块儿说 那 我们俩可还没离婚呢 婚外情知道吗 知道吗 婚外情 这种女人呢 确实是不对 可是我今天看到了你之后 我就知道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什么意思啊 像你这种整天游手好闲 连零用钱都要想老婆讨的男人 你配做老公吗 说什么呢你 说什么呢你 你告诉我说什么 你 你要是再敢对来劫不敬 我就废了你这只手 行行行 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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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等着啊 等着你 她真有这样的男人啊 肖总 我 放心吧 今天我什么都没听到 谢谢你啊 你看你 你啊 要是实在想谢我 那我们就一起吃个饭 走吧 走 谢谢你啊 小凯 你看你 又来了 一定要谢你的 因为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特殊的日子 今天是我的生日 今天是你的生日 谢谢你 肖凯 送了我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 我 那 这样 等我一分钟 等我一下 有人灵 Grande Veteran 我儿子 was important 贵了 懂了吗 我们 你自我儿子 你怎么知道啊 我吗香港 high 快跑 回来 快点 快点 站住 大家过来 怎么有肚子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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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去了 快点 快点 快点啊 灯火长不长了呢 没了 灯火长不长了 你看看 这几个阿姨跑得多快呢 你太厉害了 你怎么吓的 都吓死我了 你幸好没被追上 就是 小姐 那我们上车 好啊 走吧 爸 小家伙 拜拜 小妈妈了吗 嗯 妈 爸 爸 我先跟你说一声啊 那房子啊 离婚啊什么的 那都过去了 等会儿见到致远 可别再提了 我们也是为了你们好 刚才不是说过了 你怎么又说 又说你 那 那你说 爸 我爸是不是还在生气呢 从知道致远出了事啊 你爸就怪怪的 行了 走吧 走 萱萱 我爸 你少动点 没事 不累 志愿 爸 妈 你们来了 加你爸爸妈妈来了 感觉好些了吗 好多了 医生说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那就好 萱萱 快看看爸爸 爸爸 爸爸摔了 腿好痛的 爸爸 腿痛吗 谢谢宝贝 不痛了 嘉妮啊 有碗吗 嘉妮 我特意熬了一锅骨头汤 给志愿补补 志愿 伤筋动骨一百天 三个月内 你一定不要劳累 有什么事情让嘉妮做 嘉妮妈妈 今天啊 我也给志愿炖了汤 她已经喝了 要不 你这个留到晚上让她喝 那也好 行 那我们就走了 怎么刚到就要走啊 对啊 爸 再坐会儿吧 你看 家里不是请了人修管道吗 咱们这不在家里 人家来了没人怎么办 走吧 好好好 走走走 志愿 那我明天再来看你啊 萱萱 跟外婆回家吧 不要 今天是礼拜六 我要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行吗 妈 那你们先回去吧 你明天过来的时候 再把小姐我接走 行 走了 那我们先走了啊 喂 爸 喂 妈 等等我 你爸 好像不太对劲啊 他不会还在生我气吧 管他呢 老顽固 腿怎么样了 我看看 能抬起来吗 哪条腿啊 你看看爸爸的腿 这个 嘉妮爸爸妈妈 嘉妮爸爸妈妈 等一下 亲家 亲家 有事啊 我想跟嘉妮爸爸说两句话 我看你刚才也不说话 是不是对我们志愿 还有意见啊 拆迁的事 志愿是降了点 你们有情绪我能理解 可是 你看他现在都这样了 如果再逼他 我怕 亲家 你别说了 我们绝不逼志愿了 说到底 都是为了他们小两口好 只要嘉妮你们意见 我们也不会再说什么 你放心吧 那就好 老头子 等一下我呀 亲家 我们先走了啊 老头子 老头子 等一下我 你快看这俩人 你干什么呢 对 向大英雄慰问 向大英雄表示致敬 向大英雄表示致敬 怎么样 你们干吗跑这一趟啊 没事 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吧 没事没事没事 好 没事吧 这还叫没事啊 这挨打的滋味怎么样 你呀 大妈 想试试啊 等我好了 我让你试试 不错 被打残了还那么幽默 不愧是我最爱的男人哦 我也受不了了 我帮你吧 特别重吧 没事 我帮你拿 我帮你拿 够朋友啊 把我放下你就跑了 也不跟我打个招呼 全世界都在问我要人 感觉我绑架你一样 你说你真有个好歹的 那我不成民族最老 你有没有想过 臣妾的感受啊 知道 不过你看我这招啊 我既可以完成我的工作 然后回来呢 我老婆也不跟我离婚了 是吧 一时二鸟 高明吗 高明 真了不起 你怎么不去死啊 你要死了 你单位为了慰问你 还送你套房子呢 你怎么不试试 你怎么说话 这么不吉利呢 真是 我这不是没成功吗 我 走走走走 干吗你啊 走走走 我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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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啊 没事吧 我看看 好像没事 好像好了 我是不是好了 真的吗 可能是 你别碰了 你到底真的伤还是假的伤 我看看我看看 别碰了 别碰了 看什么看 是这葡萄 美国进口的特别甜爽 好 怎么样了 怎么回事 就真打算放弃了 姐 这次经过智人死里逃生回来 我也真的是彻底想明白很多事情 什么房子不房子的吧 其实都是身外之物 只要一家人能平平安安地在一起 那就是最好的事 再说了 这次智人出去收获特别大 到时候文章一发表 肯定能引起很大的轰动 说不准到时候就升职加薪了 然后我们再存钱买自己的大房子 一样的 我看你就是白日做梦 首富都说了 梦想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还一套一套呢 好 来 把这个梦也起起 销量低移的凯先生 最新一期的凯先生快来买呀 好 谢谢 最新一期的吗 最新一期的 谢谢 谢谢 好 小姐 要凯先生吗 最新一期的 来一本 好 谢谢你老板 谢谢 对了 你们看了最新一期的凯先生吗 我知道了 是不是说那个主编去参加时装周 结果竟然遇到了劫匪 还成了人质啊 对对对 她本来有机会能逃出来的 但她把机会让给了一个孕妇 还蛮感人的 说了你们别不信啊 这个人啊 就是佳妮姐老公 真的啊 真的啊 对啊 她当时克里 这是什么 这么多人 就好了 这么多 我们在聊姐夫 变超级英雄的事呢 他是成大英雄了 我差点成寡妇 佳妮姐 你老公太厉害了 太牛了 嗯 光无相看 就是 这咱中国真光了 真太厉害了 行啊 你们差不多得了 夸得我都脸红了 乖乖 真的啊 在这儿呢 聊什么呢 白经理今天气色好好啊 不是吗 用了什么东西啊 可能昨天睡得比较好吧 哪有了 大家都说了 恋爱中的女人最美丽 白经理 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 对啊 你们上班时间啊 别老跟着聊八卦了 赶紧干活去 脸都红了 行了 非要我发火才满意 行了行了 你们几个 敢拿领导开玩笑 小心失业啊 赶紧干活去 快快快 走走走走走走 对了佳妮 我看到你老公那篇报道 这真的很伟大 替我表达敬意 谢谢白经理 对了 进来 江姐 签下这个文件 对了 谭峰 我还没问你呢 你那高晓怎么样了 我们啊 我们和好了 真的呀 我和Coco 还一直想谢谢你和姐夫呢 谢我们什么呀 谢我们撮合你们吧 那行啊 以后没人的红包 记得给大点 不是 我们是想谢谢你和姐夫 让我们的感情 变得更加成熟了 喂 你们也知道你们幼稚啊 一天分手八百遍 听到耳朵都起茧子了 我们年轻嘛 简单粗暴 不信就分 喜欢就买 多喝点水重启试试 不过 看了你和姐夫 经历了这么多 我们才发现 真正接地气的生活 都是金连着骨的 哪有那么容易做决定 其实我也想感谢你 说真的 你们这代人啊 比我们优秀多了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真的什么都不懂 天天混日子 你们呢 虽然有的时候 是不止天高地厚了点 但是为人更加真诚 更加勇敢 再加上见多识广 所以啊 以后的日子 一定会发展得比我们好 真的 你真这么觉得 那多给我放几天假呗 就当用实际行动 安抚一下我优秀的心灵 对不起 刚才那番话就当我没说过 本来还想和你说点八卦 不说了 走了 等等 什么八卦 赶紧说 走 方小 白结恋爱了 真的呀 跟谁啊 总监啊 总监 哪个总监 小凯啊 这不可能吧 你听谁说的呀 我还要听谁说吗 自己看 一朵花能代表什么呀 一枝花 你看看花后面那中控台 奥迪阿八的中控台啊 咱们公司谁开奥迪阿八 肖凯 对呀 更可怕的是 白结发完这条朋友圈 直接秒闪 还好我手快截图了 这真的太可怕了 可怕吧 我也没想到 平常萧总和白结也没啥 没想到背后还有这腿 我是说你太可怕了 看人家朋友圈还要截图 谭峰啊 我告诉你 你在工作上能有这份心思 你早升职了 我刚刚和你说完八卦 你就翻脸 不和你说了 赶紧走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英雄归队 杜总你别这么说啊 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不过还是感谢各位兄弟姐妹们的好意 谢谢 谢谢各位 志愿 这次的报道非常好 既时尚又有深度 集团有你这样的主编 我们大家感到非常地骄傲啊 是不是 是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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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刚才江浙商会的郭会长说了 晚上要给你吃个饭 有没有说什么原因要吃饭 您老现在可是名人了 请你吃饭用理由 不过每次跟郭会长吃饭 都肯定会喝大的 我真的很不想去 那倒是 你就帮我随便编一个借口 把它推了吧 您老要生总编的这个事 可都传开了 你想啊 你以后可是咱们社 十几本杂志 一个网站 两个出版社的最高领导人 你说他要不要现在 联络联络感情 郭永贵啊 这是知道消息知道早的 等到正式的人 是调令一出来 那请你吃饭的人 他人山人海 您可得有心理准备啊 我发现你对这种事情 特别懂 别别别 要不这个总编 你来当好了 我呀 就有这个心 没这个命 他说了 今天晚上傍晚的时候 派车过来接你 不行不行 今天礼拜五 我要接孩子去 对对对 那你帮我跟他约 下个星期吧 行 那我给他打个电话 你有事叫我 好 Cindy 怎么了 好 我知道了 白经理好 白经理 对 你在这儿啊 我正好呢 我要找你 把那项目给你汇报一下 下次 下次好吗 来 白急 肖总 我等你很久了 其实真不用 请来请去的 像还人情一样 拒绝女士的邀怨 也一点也不生事 好 那我们随便吃一口 下次 这家餐厅我老来 这家餐厅我老来 食材特别好 一分手的牛排 没吃过吧 快尝尝 干吗这么客气啊 我不是客气 我是为了要感谢你 那次花 是我收到的 第一个生日礼物 不至于吧 好 小时候我父母老吵架 我又是个女孩 他们对我不怎么好 那你历届的男朋友 都是乞丐吗 你看到的那个无赖 那是我第一个男朋友 你觉得他会送我花吗 我是真没想到 你会跟那样一个男人在一起 抱歉啊 我不是想谈听你的隐私 没关系 憋在心里太久了 也是该拿出来亮亮呢 你不会介意听一个失婚又失忆的女人 跟你抱怨吧 你愿意的话 我很荣幸 味道不足 went 你不准备哈 你不准备哈